過去大家說這是槍聲一響 黃金望糧 可是現在竟然是 搶油搶糧 搶肥料 這很誇張 化肥價格一個月漲了超過三成 而且這是創下了金融 海嘯以來的歷史高點 主要有兩個大原因 一個就是說化肥所需的這些原料 是在大漲 包含鞍 蛋這些 因為俄羅斯這個地方 是化肥的出口大國 但是他們3月開始 一經禁止出口了 尤其製造化肥的重要原料 像是天然氣 這也是因為這個制裁的關係 所以在漲價 這兩個因素之下 化肥價格就飆高了 所以現在重糧的成本 也是在大飆升 在美國那邊竟然有農民就說 他們現在不知道到底要重不重 因為投入的成本 可能到時候你收割的時候 賣不出去 而且你也沒辦法 賣這麼高的價格 已經要播種了 他們很猶豫 所以現在肥料這些化工族群 今天台股是一片大跌 大跌100多點的 可是化工族群 倒是逆勢走樣 好公司遇到倒霉事 本土疫情又起 讓護國神山台積電28號 再度淪為沙盤重心 台積電開盤就跳水重挫 回測580元關卡 中場收跌14元 來到584元 包辦大盤約118點跌點 外資更是終結連三買 今天看起來外資應該有大賣 將要把錢匯出去 台積電這些全資股相對都比較弱勢 未來FED貨幣政策 還有就是企業 今年的獲利 接下來的展望到底怎麼樣 是影響大盤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三大法人聯手賣超台股超過136億元 讓台股淪為雅股最弱勢 不過防疫兵團群起出動 毛寶 康納鄉 恒大 樹黨防疫概念股亮燈漲停 至於尾盤股價強勢拉上漲停版的 還有老牌化工股東減 收回一個月來化肥價格指數大漲33% 近期懶貓變猛虎 從18號開始連漲7根紅K 28號股價更是衝破60元 創下新高 潘州成交量也再度高居第一 因為他現在跟他的基本面各方面 大家都已經脫離了關係了 所以就是要看他的量價變化 那如果有一天你發現 他的成交量突然爆的異常的大量出來 然後股價不再漲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小心 聚連三天賣超的投信 現在借底作賬 結賬兩樣勤 台盛科連兩天被灌殺到跌停 反倒是投信任養多天的基歐成長股 漢磊股價上漲1.87% 台辦也噴漲3.53% 投信這段時間加碼 你可以看他加一些窄版的股票 加了第三代半導體 大部分還是以電子股為主要佈局的一個對象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三分營收要公佈 月營收比較亮麗的表現 不妨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台股開低走高 中場下跌156點 收在1萬7620點 守住年限關卡 兩岸疫情造成的下跌壓力測試 是否暫時過關 投資人密切關注 東森財經新聞 五波爛結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看盤不斷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